大家好,这里是拉红桑 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 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 今天拉红桑教大家五步重返小学生时代 独家秘诀 好的,首先成为小学生的第一步就是运动 那有人会问了 啊,小学生跟运动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你不知道的是 大家可以经常在机上观察一下那些小学生啊 尤其是夏天 啊,那真的都是一放学那个额头上啊 那个汗水粘的那个头发粘在这个上面 就是这样,是真的 我小学都是这个样子 好,大家看啊 运动完之后呢 你的双霞,双脸会变得非常的痛 啊,小学生为什么经常脸红扑扑的啊 就是因为多运动,新陈代谢快 所以我们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 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第一步 新陈代谢加快 好的,接下来我们第二步 拉红桑,你这个发型好违和啊 你能不能把头发收好一点 稍等 我把我的发型变得更加的小学生一点啊 这样看起来不那么违和 这样是不是好多了呢 发甲啊,然后又一个马尾变 说回来啊,我们第二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那就是翻出你以前看过的漫画书 在这里拉红桑就不好具体做示范 因为每个人以前童年的漫画书都不一样 像我嘛,以前看的都是什么 知音漫刻啊,里面什么偷心九月天 还有什么萨漫画啊,以前还叫成疯漫画 还有什么漫画party,阿衰,报效校园 大家现在先去看一些这些漫画 找回一下童年的记忆 好的,当各位把漫画看完之后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第三步 第三步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复杂 我们要唤醒自己沉睡多年的中二病 可能有人会问啊 拉红桑,我的中二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那应该怎么唤醒呢 拉红桑发现了一个好方法 说给大家听啊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大家只需要把自己以前小时候 看过的一些影视作品 或者动画动漫 漫画也行啊 你们再看一遍 然后重点来了 把你看的那些作品里面 角色说出的经典台词啊 最好是比较中二的 越中二越好 把这些台词大声的朗读出来 在公共场合朗读效果更佳 说了你们可能有点不懂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方案能量 上网上网 小火星 陈恨恋 古纳拉黑暗之神 乌乌拉乎 黑魔变身 暗语正义的美少女战士 水逼月 我要代表月亮 向灭你们 大家懂了吧 就是尽量的唤醒自己的中二病潜质啊 好的接下来我们第四步 哎呀这一步是最简单 也是最让人享受的一个过程啊 前面几步呢 都是帮助大家在精神上 唤起自己的童年 接下来我们应该来一点物质上的东西了 但是大家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没错 我们第四步就是 吃小时候的那些垃圾零食 每个人小学都会有不同的爱好 不同的口味啊 啊有些人喜欢吃这个有些人喜欢吃那个 那我浪脏的小时候就是喜欢吃 色调 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些物质上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啊这种味道 Oh my god 我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哈哈哈 我觉得辣条非常的好 实际上也就是让我回到了口味链 嗯 嗯 好的,我们吃辣桃的时候 运行我们的第五步 大家们发现我的身影已经开始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了 这就是辣桃的威力 然后我们配上辣桃来结合我们的第五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 穿上小学生的校服 在做这一步之前 希望大家能顺着考虑 因为一旦你完成了第五步 你就完成了重返小学生时代的这五个步骤 Are you ready? 你一旦变成了小学生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 大家看我的视频片里面变成这样子 我待会穿上小服之后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接下来我要开始变形了 我去每个步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